我很少会羡慕别人的爱情 尤其在现在这个快餐时代 爱跟不爱都用不了几天 今天还说着非你不可的人 明天可能就会对别人动心 今天还甜蜜缠绵的两个人 明天就可能吵架分手 总之所有看似美好的爱情 都不一定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可是有一对伴侣改变了我的想法 他们两个人是2001年 我在朋友的婚礼上认识的 那个时候刚好女生是伴娘 男生是伴郎 两个人意见钟情 这样的故事情节在当时看来非常普通 现在看也是 但后面的故事让我感动了很久 那时候他们一个住在城东 一个住在城西 坐六路公交车要一个小时能到 坐17路公交要一个半小时 还要多走一公里的路 可是男生每一次见完女生 都要坐17路的末班公交回家 因为他的末班车比六路晚上半个小时 于是为了多相处这半个小时 他宁愿多坐半小时的公交 多走一公里的路 不管春夏秋冬 刮风下雨 他每周都去 而这样的见面和奔波 持续了三年 女生说你这样太辛苦 尤其冬天太冷了 男生说不冷 你想想每次见面 我们都多爱了半个小时 三年下来 我们多爱了多长时间呢 这段感情不被旁人看好 因为男生家境贫寒 年纪比女生小两岁 所有人都觉得不靠谱 可是两个人还是不顾 所有人反对的结婚 过着并不富裕的日子 甚至早年的时候 吃过不少苦头 那会儿两个人开了一家早餐店 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来 蒸包子煮粥烙饼 下午和晚上 女孩就会留在家里 准备第二天的食材 男生呢 就推着小推车 在天桥上卖煎饼 经常忙活到 十一二点钟才回家 日子虽然过得辛苦 但是男生从来没有在他面前 生过气 发过火 每一次收摊回去的时候 都会很开心地跟他分享 自己遇到的有意思的顾客 身边很多人在那个时候 说他嫁得不好 但是他心里 却很肯定 自己没有嫁错 两年之后 他们的日子开始好转 男生攒够了人生的第一笔 十万块 这笔钱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 并不多 但对当时的他们 是笔巨宽 他们用这笔钱 又租了一家店铺 上了几个帮工 打下手 把早餐店经营得越来越好 日子慢慢富裕起来 如今 二十多年过去了 两个人的感情依旧很好 早餐店依旧开着 还多了好几家分店 阿姨跟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 嘴角止不住地上扬 还频频回头问叔叔 是吧 我没记错吧 叔叔虽然看起来一脸严肃 很难亲近的样子 但是他看向阿姨的时候眼里 尽是温柔 没错没错 你记性比我好 肯定不会错的 我并不知道 原来这间小小的早餐店里 竟然藏着如此浪漫的爱情 他们的浪漫不是风花始月 不是鲜花美酒 不是还是什么 而是多坐半小时的公交 是坚定地选择对方 是不论贫穷富贵 都一起扛过去的决心 他们的爱情 真的能够抵挡生活的万难 那天临走的时候 我问了阿姨一个问题 你怎么就确定 当年那个穷困潦倒的小子 他就是对的人呢 他说 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 是不会犹豫的 当你真正被爱的时候 也不会怀疑的 当你同时感受到两者的时候 说明他是对的